大家好 歡迎收看 《古海飛揚》 台北股子今天指數直接開高 開高就直接開到短線這一波 轉折上來的一個壓力區 那所以指數這邊開始做一個震盪 非常非常合理 非常正常 那在指數在震盪的過程之下 我會建議各位在接下來指數震盪的 這幾天裡面 那你要先把好的標的 業績真的是非常棒的標的 找一支出來 你去針對那一檔 你趕快去做佈局 你不用追漲買紅 他拉回買黑 這幾天我建議你做這件事情 如果你資金不是很多的 你可以鎖定一檔 業績真的很棒的標的 然後本益比已經修正到十倍以下 然後你認為這就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當指數遇到第一波壓力區的時候 做一個合理壓回震盪的時候 請你記得鎖定一檔 把資金先佈劍下去 那買黑都是正常的 而且這是很棒的做法 不要再追漲了 股票不能追漲 買黑拉回 因為你買的那個標的 或許它現在是黑的 下跌的 可是你要知道的是 未來你回頭一看 你買在哪裡 你買在一個轉折的位置 一般人都喜歡大漲之後去追漲 可是往往那絕對不是一個 所謂的轉折買點 所以我常常講 不管是極短線的買點的 一個尋找 還是一個波段轉折的位置尋找 基本上就是一個選時的問題 時機 你在對的時機 針對對的標的或企業 你把資金投入下去 之後你就是等回收 那如果你不在乎時機 你喜歡你就買 你想買你就買 那你常常會遇到 買在相對的高 那我覺得那個風險 不適合各位 所以你做任何一個動作 你要先判定好 先決定 先想一想 此時此刻 這個標的價值確定是被低估了 那這個時機對不對 那如果你說 我找不到什麼標的 要我鎖定一檔 我不知道買什麼 等一下我提供給你 等一下我會帶你認識一檔股票 那如果你也想買的 那你這個時候來買 剛剛好 我跟你分享 那先不用急 你先看一下 這一段時間 我從上禮拜 我就提醒你了 其實有些時候 你該做準備 你要先做準備動作 股票操作就是這樣子 我先講這份資料好了 來這份資料 當時有拿回去的投資朋友 你一樣可以再拿出來 你有操作的 我相信你絕對都在賺錢中了 那如果你不會操作的 資料拿回去都不會操作的 我也說了 如果你有疑問 你可以回撥電話來 那我有親自回撥電話的 我有親自跟你通話的 基本上我大致上都記得 你怎麼你的價位 跟你買進的一個成本 跟張數 我大概都知道 所以會以我實際的 我接到電話 我跟你通話過的之後 你們所得到的東西 我跟我來到節目上 我跟大家來分享 那我分享 請你記得 不是在炫耀說 你看他們賺多少錢 不是要炫耀 炫耀沒有用 有什麼意思 太無聊了 我要呈現的 我要表達的是 當你抓對的時機的時候 在對的標的上面的時候 你很輕鬆 你可以發現 那個賺錢速度就變得很快 可是如果你在不對的時機 去針對對的產業 你去做追漲 高漲去追價 你要再賺大錢 好像很難 儘管你抓的股票 是不錯的標的 對不對 所以時機真的很重要 可是往往最佳時機出現的時候 一般人不會想要買股票 一般人想要多看一下 再等一下 可是那個時候 剛好最佳時機就過了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調整 你當你在台北股市 你看多了之後 你大概就能夠感受 我所講的這一切是什麼回事 你從來沒有在轉折的位置 去買塊股票過 因為轉折的位置 通常不是你想買的位置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來 我們看一下金利科 金利科今天又漲停 對不對 我說前一段的金利科 是投機的 但是這一段的金利科 要走回基本面了 我說這份資料 我送給各位的 其中第一個 我先跟你公開的是 3228的金利科 金利科的部分 我說我拿我們實際通過電話的 我有跟他們報告說 可以怎麼樣操作的 這一對夫妻 陳先生 陳太太 當時我說他們買十張 可是後來他們糾正 他們還糾正 他們回撥電話在公司說 我不是買十張 我是買十五張 好那我們就跟正過來 十五張到昨天的十五張 一個金利科 他們賺了一百一十五萬 這是昨天漲停的金利科 他們賺多少 一百一十五萬 那我也講過 我說前一波金利科 拉到五六百塊 有沒有快速回跌到兩百二 那怎麼回事 快速回跌還跌破了 跌破兩百 那怎麼回事 很多人嚇到了 可是我跟你講 前一波投機結束了 前一波金利科在漲的過程中 我從來沒有跟你提過這檔股票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一次我跟你講 機會來了 因為投機結束 現在開始回歸基本面 回歸基本面 所以我說為什麼提醒你 我把資料上面特別寫了這檔股票 因為他要回歸基本面 當你回歸基本面的時候 你要的一個尋求一個波段的獲利 機會就來了 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投資 我們不是要投機的股票 回歸基本面之後 他的五月營收會如何 我們預期他五月營收出來的數據 應該都是很不錯的 那你要回來去反應五月營收 開始的基本面的話 那股價呢 股價會先動的 各位 股價不會等到五月營收 數據 數字出來 我再去動 我再漲 不會 會先行 股價絕對是永遠是領先的 昨天又漲停 人家十五張已經賺一百一十五萬五千 對不對 那到今天呢 盤中再拉漲停 他的十五張已經賺一百五十五萬 一百五十五萬 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十五張一檔股票賺一百五十五萬 就從上禮拜佈局到這禮拜的今天 禮拜三 十五張一百五十五萬 原本我還以為他是買十張 後來打電話回來說 我不是 我們是買十五張 老師你講錯了 沒有關係 那我節目中就更正 十五張一百五十五萬 從上週買進到本週的今天 禮拜三賺了一百五十五萬 所以你要了解我要表達的是什麼 就是你挑對的企業 可是什麼時機出手 你了解我意思嗎 你在對的時機出手 你會特別感受到那種獲利的那種 你會覺得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實是因為你在你在 你抓對的時機 然後你又抓對的標的 對不對 價值低估的標的 那很抱歉 你賺錢速度就會比別人快 那我們所要追求的就是這個東西 那有人誤解說賺錢速度要很快 所以要做當衝要賺什麼衝 我跟你講 我已經講過好幾次了 賺錢速度不是因為你的交易方式 人家一百五十萬你要做當衝你要做幾趟 你懂我意思嗎 他們從上週到今天就一百五十五萬獲利 所以賺錢快跟慢 不是取決於在說你的做法是什麼短線交易 還是什麼波段交易不是 是在對的時機做對的標的 出手回顧一下買賣轉折的位置 這就像我講的 籌碼集結之後進入週轉折 上個禮拜上週就是週轉折 所以上週你沒買 這一百五十五萬你拿不到 所以為什麼我會提前先送各位一份資料 我提前送各位這一份資料 你拿到資料投資朋友 如果你自己會去找尋買賣點的 那基本上我相信你去買 你去抓任何一檔標的操作 你現在你都是賺錢的對不對 好那如果你不會抓的 像他們的回撥電話來問的 來問細節交易細節的 那你看他們得到速度 獲利速度就更快 有沒有一百五十五萬 好啦昨天我又跟你公開 另外一檔是四九六一的天譽 天譽昨天也漲停對不對 昨天天譽漲停 而且我說我為什麼特別記得這一檔 因為我跟他通過電話 他的信很特別 就是我講的一萬兩萬三萬的那個萬 萬媽媽 所以這個我絕對不會忘記 因為那個信太特殊了 那他買十張到昨天的漲停板 差多少 九十四萬 從上個禮拜到昨天 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的昨天 禮拜二十張已經賺九十四萬 你看也就是說 其實今天的天譽又創高了 我沒有再加了 我沒有再給他精算 我沒有再給他仔細算一下 今天的天譽又創高 那代表說今天他的獲利 這十張已經怎麼樣 已經超過一百萬了 從上週買進到本週的今天禮拜三 這十張賺超過一百萬了耶 所以是不是對的時機 買到對的標的是關鍵 你也可以在一個月前 一個半月前去買天譽啊 一個半月前一個月前去買天譽的人 一樣是天譽 可是賠錢的 一個月前一個半月前去買 精力科的人 一樣是精力科 可是是賠錢的 我要傳達的概念就是你看 所以你看為什麼我在這個時候 我跟你講 我送你這份資料 結果你拿回去資料 就算你不會做的人 你隨便買一檔 你全部都賺 為什麼 因為我在對的時機 我提供給你這幾檔標的 你任意的去買 你都賺 所以你看我節目都知道 我不會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送你資料 沒有 對不對 很多人想不通 那我很多人記不起來 我上一次送你們資料 什麼時候很多人想不起來 因為太久了 那這一次我突然又送你資料 你就知道應該有問題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時間可能 時機應該又差不多了 所以 挑了幾檔股票給各位 你挑任何一檔 你都賺錢 這個是精力科 然後獲利 然後天運 再來呢 再來呢 我要講的是一樣 拿到這份資料的時候 當時有人有詢問 當時我也有提醒各位 有一檔股票 我沒有 我沒有還沒有公佈 有沒有 當時我說資料上面我也有寫 我們稍微帶近一點點 我說另外 我們研究團隊 也針對了一檔市場忽略的 潛力高成長股 準備在底部全力買進 這檔股票成長性 比他們都還漂亮 這檔黑馬股 它第一季的每股賺的錢 居然暴衝到去年的十幾倍 我第一季賺的錢是去年的 同期的十幾倍 這個企業兼具的科技 與生技的雙題材 我們非常有信心 又一檔可以挑戰看看 有沒有可能一個波段之後 有機會代表作挑戰 我們去年的代表作光耀 光耀我們去年賺了455% 對不對 什麼是光耀 我每一次都說 我說 你不能夠等到財報 題材利多等等的訊息 全部出來的時候 你才決定要去買賣一檔股票 那個時候通常都已經漫了好幾步了 去年的光耀 3666光耀 當時我節目中 在跟各位介紹它的時候 我是把它蓋起來的 對不對 因為我說過了 我們要遵守規定 就是說你股價還沒漲 那我一直在跟你說 它不錯 那很抱歉 那你是在對大家推薦單一個股 你這樣是違規的 所以沒辦法 對不對 那我已經 我們正常應該就是在股票 準備要漲的時候 我認為它會漲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之後讓大家來驗證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 這樣子是違規的 因為這樣你好像在推薦單一的股票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做 所以其實很多投資人 也覺得很無奈 為什麼這樣是違規 對它就是違規 因為 可是所以你會發現很多分析師 都去抓 抓那個已經漲停的 或最近大漲強勢股 來跟你講 你看我們賺多少賺多少 可是問題是 在那個賺多少之前 他們都沒有提 那其實就是講事後的 編故事 對不對 我說不要再講事後 不要再編故事的 大家要的是一個誠信的問題 有做你就有做 沒有做你不要亂講 所以我說後來好 沒有關係 我們雖然蓋著沒辦法公開 但是我先介紹 你覺得不錯 你認同你有興趣的 我節目中我按照慣例 我多多開放 讓各位私下諮詢 你有興趣 請你私下諮詢 你才進一步了解 那你想買的 你有興趣的 私底下問 對不對 我說我們都是持開放態度 當時也是很多投資朋友一樣 私底下來問 我說他會逐漸成長 那你怎麼知道逐漸成長 後來你們看他的 後來我們就一路追蹤 一路操作一路追蹤有沒有 公布的數字等等 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出來 真的是如此 這個我就帶過了 不贅述了 最後呢 我們在這裡講的有沒有 後來這裡買一次 這裡買一次 到這邊來 一個波段上去四百五十五趴 一個波段上去四百五十五趴 所以我就訪問各位 你覺得這種標的 我們一開始就要公開嗎 有時候想一想 你會覺得這樣的標的 在這裡就公開 好像太早公開了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們索性 沒關係 那我們就讓大家 用私底下你來諮詢 對不對 你有興趣想知道 你私下來電諮詢 OK好 這是我剛才字卡上面 送給各位的資料上面 所提到的 我們希望這檔股票有沒有 看看能不能夠挑戰去年的光耀 四百五十五趴 好 那有沒有機會呢 我們當然認為有機會 但這個問題是沿途 我們要去觀察他的籌碼的變化 如果沿途發現籌碼已經有鬆散了 有狀況了 那我們一樣會獲利回收 對不對 因為操盤它是一個很靈活 它不是死板板的 我一定要賺到四百趴 我才要賣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才不是這樣子 果然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看到訊號 你沒有看到確定的 我們不會出手買 那你看到東西 看到訊號了 看到不對了 我就賣掉 儘管它很好 可是我們認為 可能那個階段 應該要先撤了 應該要先回收一段了 它是一個很靈活的東西 只是我們會先規劃 那過程會發生什麼狀況 你不可能完全知道 了解我意思嗎 但至少我們買在什麼 我們能夠買在波段轉折的位置 那代表什麼 其實你就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 你就贏定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這個標的 這個標的 是哪一檔標的 這個標的 基本上我在節目中 我也提醒過各位 有沒有 我說你去看美國股市 這家公司 人家整理了五個月之後上來了 所以其實資安 或者是我們常常講的安全 安全產業 安全產業 它會是一個 今年現在開始 我們認為會是一個長線的一個趨勢 全球性的需求 它才能形成趨勢 所以你看美國的NOTRONLIFE 能夠突破五個月盤整之後上來 OK 但我不是要你去買它 我們要你看是相對應台北股市 有沒有相關聯的一些安全產業的企業 有 這家企業就是我當時跟你講的這個 那也就是我節目中 其實我有提醒你 有興趣你私底下來電諮詢的 所以你看我都釋放出機會給各位了 就是這一家嘛 對不對 我節目中講過了 它四月營收也創一年來的新高 持續成長 所以它本業也轉加了 有沒有 OK 那股價你看在相對低檔區 在這裡 未來如果一波上去的話 你回頭一看 哇不得了 這就是幾倍的幅度了 有沒有 所以你格局 你看了格局是什麼 那決定你最後能夠得到什麼 那種獲利 這個標的前年前幾天 禮拜一的時候 我也跟你初步先跟各位報告一次 五月二十四到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獲利五十張賺十七萬 你說那五十張是不是買很多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股價很低 一二十塊而已 所以五十張其實不用多少資金 是人人都做得到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我講的這些東西 這個張數 我給你算這些東西 我不會告訴你說我清貸客戶五百萬資金 八百萬資金一千萬資金 他買了兩百張 他買多少 來給你算這個錢 那是沒有意義的 你懂我意思嗎 那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所以我說我所講的這些數字 就是一般的 我們最一般的普通會員 他們的資金所購買的兩張數 那這個數字就很真實 對不對 所以五十張十七萬到禮拜一 那到今天呢 今天這檔股票又漲停 那這檔是我們手上的價值低估的大轉機股 亮燈漲停同時再創新高 那買五十張呢 從賺十七萬到今天賺二十一萬 五十張到今天賺二十一萬 那資金多一點點 其實也不用多多少 因為低價股嘛對不對 買一百張的 買一百張的成員已經賺四十二萬 所以五十張賺二十一萬 一百張賺四十二萬到今天 所以你知道一檔股票 今天買少一點的賺二十一萬 稍微買多一點的賺四十二萬 那這個標的其實都是我節目 我都提前先預告的 有沒有 所以我常常講 我說你能夠買在波段轉折 你能夠在股票還沒漲 準備漲的時候 先提醒大家的話 那代表什麼 你要預告啊 你說你能夠買在波段轉折的位置 轉折的位置代表他還沒有上去 你要先買嘛 那你說你能夠做得到 你預告啊 所以你可以發現我的節目 我基本上能夠的能夠做到的 我就做到了 盡量我提前先預告 我讓你知道 做股票這種東西 他是有方法的 抓轉折是有訣竅的 所以當你方法對的時候 你會一直對下去 當你每一次交易都是 每一筆都是大賺六位數起調 甚至挑戰七位數的獲利 各位 當你都是以普通會員的資金去操作 都能夠賺幾十萬 有沒有 都能夠賺幾十萬 那一個波段下來 甚至挑戰上百萬的獲利的時候 各位 你累積不到財富嗎 所以我常常講 其實我們不要 其實我很希望引導大家 不要再去做 當充那種短線的交易 那個很投機 講難聽一點 其實你們那樣的投資朋友 都把台北股市當成是一個 一個賭博的賭場了 我看這麼多年來 其實我們看的真的太多 很多投資朋友是真的輸到 已經沒有什麼資金了 他才撥個電話到公司 甚至有人親自到公司 就是想要跟我聊個幾句 想要確定一下 到底該怎麼做股票 其實那個時候你的資金 所剩不多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你要花更長的時間 才能夠慢慢的把你之前失去的 慢慢拿回來 那你和你未來可能會走到那一步 你為什麼現在不先朝正確的方法去操作 你從你越早從方法 對的方法去操作 你就越早開始體會 體驗感受成功的滋味 這個很重要 儘管告錢 來換你們了 要不要改變做法 要不要投入一筆資金 在對的企業上面 在他的脫斷轉動的位置 要不要 如果要請看這兩標的 這兩天如果大凡震盪 你要把握機會 去買一些好股票 鎖定一檔好股票 他如果有拉回的話 去買黑 不用追 買黑 這檔股票代號三開頭 這家公司六月有新產品 要開始出貨了 其實我告訴各位 不是因為六月新產品出貨 才開始好 這家企業 其實他前四月的營收 就已經遠遠超過了 超過了二零一九年疫情之前的水準 他不是說因為我六月開始 接下來有新產品要出貨 再貢獻營收進來才好 不是 人家一月到四月的營收 就已經遠遠遠遠超過 疫情爆發前當時的水準 對不對 你說疫情爆發之後 大家都受影響下去 那個基期比較低 所以大家都成長 不是 我現在跟你比較什麼 我現在跟你比較的是 他在疫情爆發之前 我現在前四月已經遠遠超過 當時的水準了 所以他已經很好了 對他已經很好了 重點什麼 重點是下半年接下來 接下來 因為六月還有新產品要出貨 所以要再度明顯貢獻回來的話 接下來要看 他的單月的EPS 會開始上看成長50% 這什麼意思 我新產品出貨之後 我每個月的單月EPS 原本我可能賺一塊 接下來可能賺一塊半了 到年底呢 到年底單月EPS要成長 相較現在來看成長一倍 我現在如果賺一塊 我到年你可能賺兩塊單月一個月 我現在如果賺零點五 我到到年底一個月可能賺一塊 成長一倍 那股價呢 不會寂寞的各位 這個時候如果他有拉回 就是要買了 這個標的如果你也有興趣 歡迎你報名同步來跟我買股見證 你一起來買股見證 有興趣的直接撥電話 買一檔對的標的就夠了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華國際投入2362-8000 麻雀無雙黃金版五萬八千倍 馬上下載包擬發娛樂城 大華國際投入2362-8000 大華國際投入2362-8000 先洗手 戴口罩 少出门 做好居家防疫 帮你发与您一起守护台湾 在家玩手机比去澳门更刺激 快来下载包你发娱乐城 在家防疫就要付片打 线上付款输入SAFE时 限折10元 接触更安心 付片打与您一起守护台湾 先洗手 戴口罩 少出门 做好居家防疫 包你发与您一起守护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 金融武侠巨蟹 射雕英雄罪 掌握市场先机 中式给您独到投资建议 每周一至周五三点 五海飞扬 叶子洋 五市看中序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我们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来提醒各位 此时此刻 接下来你要注意的是 我一次你就要买对的标的 那挪出一部分资金 你锁定一档标的 一个波段 看你押多少资金 可能像我们一般会员的话 可能就是六位数起跳 然后波段挑战七位数 那你如果资金大一点的话 当然你买账出更快 但是我们不去假设那个东西 我们就假设一般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怎么做 只要选对标的 而且在对的时机 买进对的标的 那市场未来资金 全部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轻松就累积到大获利 六月开的新品出货 一到四月已经远远超过 疫情之前的水准 接下来到年底的EPS 相对于现在会成长一倍以上 这种标的会吸引到 非常多资金进来 现在有黑要赶快先布局 如果要同步买股 见证投资朋友 请你现在直接拨电话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